然后第三季大幅的上升 为什么 这样听得懂吗 好 那第三季的进口需求 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这就是我想要跟你们来去继续追问的 那如果是受到疫情影响 那到底又是哪一些主产品 哪一些纸产品 哪一些国家 哪一些地区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希望来去 跟你们继续探讨分析的内容 好了 来 那请问你现在看到第三季 因为疫情应该知道是5月6月7月 对不对 所以有第三季的这个地方 那他这边达到最高的需求 可是这边5月6月在这边 所以建议继续向下探索 是点这一个 点一下第二个 所以可以发现 那个4月比较低 可是5月6月其实是相对蛮高的 好 回上一阶 再去看 因为4 5 6看完的 5 6蛮高的 那接下来呢 7 8 9有看到吗 7月在这里 7月蛮高的 8月更高 可是9月下降 可以吗 好 反正大概就知道 你知不知道说 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现象 需不需要把它写下来 需要 这样听得懂吗 这就是今天的回家作业 回家作业很简单 请写10件事 10个现象 听得懂吗 我们等一下会画 第二张图 第三张 第四张图 好了 麻烦 最后 请点一下它 结束单一向下探索 然后 向上 向上 探索 好